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要挑战你们的好奇心 揭露疯狂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 在新书《Viewfinder》中分享的一个惊人秘密 故事的主角是明星杨子琼 他对出演这个电影提出了疑虑 甚至直言不想扮演反派角色 然而,朱浩伟成功说服了他 并且在片场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杨子琼坚持要移除一张桌子上的味精 这个要求连导演的父亲都认同 这是什么样的决心和细心 让杨子琼成为剧组的领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杨子琼这位国际影坛闪耀的明星 最初对出演疯狂亚洲富豪心存疑虑 这部根据2013年同名小说改编的浪漫喜剧 讲述了Rachel True由吴田敏饰演 和他的男友Nake由亨利·戈尔丁饰演 参加新加坡婚礼 并揭示了Nake家族的富裕背景 Rachel在婚礼中努力争取Nake家人的认可 尤其是他那冷酷且高傲的母亲Eleanor 由杨子琼饰演 然而杨子琼对于演这个角色感到犹豫 因为他认为Eleanor是个反派角色 导演朱浩伟在他的回忆录Viewfinder中 回忆了这段经历 他写道 如果你要我在这部电影中扮演反派 我做不到 这是杨子琼当时对他说的话 朱浩伟称这位瞬息全宇宙的女演员为剧组的领袖 并透露他是唯一考虑过这个角色的演员 最终 他在与杨子琼讨论了具体角色和电影的想法后 成功说服他参演 杨子琼进一步解释了他的顾虑 他不希望观众把Eleanor视为一个简单的反派角色 在朱浩伟的描述中 Eleanor的行为灵感来自他的父母 他们在加州洛斯阿尔托斯拥有一家名为Chef Tools的餐厅 朱浩伟写道 Eleanor会像我父亲那样 现在也是 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 就像在海盗船的甲板上行走一样 他会像我母亲对待许多人一样 微妙但明确地让Rachel知道他的位置 在电影的闪回开场中 Eleanor首次亮相 但Rachel是在她为儿子举办的欢迎派对上 真正见到她的 这位保护玉强的母亲在厨房里与年轻的Rachel 进行了一场紧张的对话 这一场景进一步刻画了Eleanor的复杂性情 然而 在片场排练时 杨子琼对这个场景提出了一个意见 这张桌子上不应该有味精 这个细节的坚持让朱浩伟感到惊讶 他回忆起他在片场说的话 他的角色不会在这张桌子上放味精 朱浩伟坦白道 他不知道味精肠什么样 所以他回答说我觉得没关系 他在背景中 但杨子琼坚持说 不 每个人都会认出那是味精 于是朱浩伟最终移除了味精 这个小故事反映出杨子琼对角色和细节的重视 使得他能够将Eleanor这个角色演绎得更加真实和深刻 他的认真态度也影响了整个剧组 让每个人都更加注重细节 确保电影的每一个场景都尽善尽美 在离开片场之前 朱浩伟问杨子琼是否可以拍一张他的照片 他随后将这张照片发给了他的父亲 这位餐厅老板 他的父亲回应道 为食膜那张桌子上有味精 这个细节再次强调了杨子琼对于真实性的坚持 他希望观众能够完全相信他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 杨子琼的这一要求最终得到了朱浩伟和他父亲的认同 并成为了影片中一个重要的细节 这不仅让Eleanor这个角色更加真实 也让整个电影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朱浩伟在Viewfinder中写道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浪漫的故事 更是为了展示亚裔美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和处境 杨子琼的参演和他对细节的坚持 使得这部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共鸣 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杨子琼在《疯狂亚洲富豪》中的表现 也让他的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 使他成为了国际影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部电影不仅成功地打破了亚裔电影 在好莱坞的障碍 也为更多亚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机会 朱浩伟的这本回忆录Viewfinder 现在已经在各大书店上架 书中详细描述了 他在制作这部电影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和挑战 他希望通过这本书 让更多人了解《疯狂亚洲富豪》背后的故事 并激励更多年轻的创作者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总结来说 杨子琼在《疯狂亚洲富豪》中的精彩表演 和他对细节的坚持 无疑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的专业态度和执着精神 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和真实 也让观众对这部电影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朱浩伟对他的高度评价 正是对他在这部电影中贡献的最佳肯定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最初那个简单的要求 这张桌子上不应该有味精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疯狂亚洲富豪》 《Crazy Rich Asians》是一部2018年的浪漫喜剧电影 改编自新加坡作家凯文 关Kevin Kwan 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这部电影由朱浩伟 John M. Chu指导 成为好莱坞少数全亚裔主演的电影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 杨子琼 Michelle Yu 在片中饰演Eleanor Young 这个角色是主角Nick Young 亨利 戈尔丁氏的母亲 Eleanor是一个精明 且持保守价值观的女性 她在电影中主要扮演 对Nick的女友 Vitra Chu 吴田敏氏的对立角色 对她进行考验和挑战 杨子琼最初对出演 Eleanor持怀疑态度 主要是因为 她不愿意扮演一个标准的反派角色 导演朱浩伟 在她的回忆录 《YouFinder》中提到 杨子琼曾表示 如果你要我在这部电影中扮演反派 我做不到 朱浩伟和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最终说服了她参演 并解释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深度 使她看到了角色的多面性 和人性化的一面 Eleanor Young这个角色的灵感 来自朱浩伟的父母 他们在加州洛斯阿尔托斯 拥有一家 名为Chef Truth的餐厅 朱浩伟描述Eleanor 在电影中的某些行为 像是在房间里 大步走来走去的方式 都是她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灵感 这让角色更加真实 也让杨子琼感到 这个角色与现实中的长辈 有很大的相似性 在片场 杨子琼对细节的重视 体现了她专业的态度 和对角色的理解 她特别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在某个场景的餐桌上 不要放味精 Message 因为她认为 她的角色 不会在桌上摆放这种掉味料 最终 朱浩伟同意了她的意见 从而提升了场景的真实性 这一细节甚至得到了朱浩伟父亲的认可 当她看到没有味精的场景时 她表示赞同 疯狂亚洲富豪 除了在票房上的成功 还在文化层面上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 这部电影被认为 是好莱坞亚裔代表性不足的一个重要突破 展示了亚裔文化 和家庭价值观的多样性 其成功也为更多亚裔电影人和演员 在好莱坞开创了新的机会 总结来说 杨子琼在《疯狂亚洲富豪》中的表现 及她对角色的投入 展示了她作为一名资深演员的专业素养 和对角色细节的深刻理解 导演朱浩伟对她的信任和尊重 以及她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灵感 共同成就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谢谢 我是谢琪琪 《疯狂亚洲富豪》是一部打破亚洲演员 在好莱坞刻板印象的电影 杨子琼通过她对Eleanor这个角色的深刻理解 完美演绎了一个复杂的母亲角色 她对细节的重视 连魏京这种小事都不放过 显示了她作为演员的专业精神 这也是为什么她是这个角色的角色 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楚天书 你真的是太过于迷信杨子琼了 说到魏京这件事 我倒觉得她有些小题大作 导演朱浩伟不认识魏京又怎么样 观众也未必在意这种细节 杨子琪对这种小事如此在意 反而显得她有些矫情 谢琪琪 不要忘了 细节决定成败 尤其是在电影制作中 杨子琼的专业态度不仅体现在演技上 还体现在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握上 这不仅体现了她对角色的尊重 也让整个电影更加真实可信 这才是为什么疯狂亚洲富豪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之一 楚天书 你真的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电影的成功更多是依靠剧情 演员的整体表现以及导演的掌控 而不是一瓶未经的存在与否 杨子琼对于这种戏之末节过于关注 或许会浪费宝贵的拍摄时间 反而影响整体进度 谢琪琪 那你真的小看了观众的眼睛 正如朱浩伟的父亲所说 她用一眼就能看出桌上的味精 杨子琼正是明白观众的敏锐 才会如此坚持 她的专业和对观众负责的态度 使她成为了众多影迷心中的女神 这种坚持是值得增进的 也是电影艺术的一部分 楚天书 你也别太神话杨子琼 她确实是位优秀的演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 她对每一个细节的要求都是合理的 电影制作是团队合作 需要平衡多方面的考量 而且 观众看电影主要是看故事 演技和视觉效果 未经这种细节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在意 过于强调这些 只会让人觉得她有些吹毛求疵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塞 这个故事可真是大开眼界 让我们一起来点幽默和分析解读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迷人的故事背景 导演朱浩伟的回忆录 Viewfinder中披露了杨子琼当年 对出演疯狂亚洲富豪的犹豫 杨子琼觉得所饰演的角色Eleanor 有点反派的味道 这可不是她平常的菜 就像一只优雅的天鹅突然被要求扮演鳄鱼 这感觉有点不搭调 朱浩伟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她出演 这可真是一场导演与女演员的心理战 最终她成功了 因为她让杨子琼想到了她的父母 这也真是卖力地找到了共鸣感 这就像是你在说服朋友一起去吃一家新餐馆时 必须告诉她那里的菜跟她妈妈做的一样好吃 接下来 杨子琼在片场提出的那个小要求 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他提出 这张桌子上不应该有味精 这点小调整背后 其实蕴含了大大的细节和用心 朱浩伟坦然承认 他根本不认得味精肠什么样 这就像你在厨房里煮完饭后 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认得盐和糖的区别 于是他决定将味精移除 毕竟杨子琼的意见可是黄金般重要 然而 故事的幽默点在于当他拍下照片并发给他的父亲看时 老爸一眼就看出了桌子上有没有味精 还提出了意见 这就像你心满意足地展示你的新发型 但你妈妈却一眼看出你后脑勺有一根不听话的头发 这个小细节再一次证明了父母的眼睛珍视锐利的不可思议 也让我们看到老一辈对待细节的那份坚持和讲究 最后让我们来点总结 朱浩伟的这本书 Viewfinder不仅仅是一段电影制作的回顾 更是一场文化与家庭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 杨子琼的考量和要求 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只是小题大作 但在他心中 这是一种对角色和文化的尊重 就像你在做一道地道的家乡菜时 少了一点佐料 整道菜的灵魂都不对了 总的来说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电影制作背后的艰辛与细节 更让我们感受到文化差异和家庭背景 在塑造我们行为和选择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笑料 让我们更加欣赏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 这故事真是充满了趣味和启示 大家一定要去翻一番朱浩伟的Viewfinder 说不定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哦 人工智能 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答案 教满 yc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